第一个是不是徐远平的原话无法考证 但是不管是不是徐远平的原话 这段话肯定是经过了精心设计的讲话 而且这段话突然一下子在推特上面疯传 那这背后是有政治意图的 第二条这段话其实正好契合了习近平面对党内政治压力的政治处境 第三条这番话虽然是在推特上流通 但其实左眼点还是在国内 习近平的权力都是针对国内的 他的根本政治利益还是在国内 这篇讲话的意图是什么 稳住中间势力 防止中间势力倒向反习的那边